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988集由于阳为您播讲 向太后和赵旭被囚禁在昆宁宫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虐待,时间也很短 此番叛军的首脑皆已死,守在殿外的叛军全都投降了,不肯投降的则全数处决 向皇后身边的工人只有少部分参与叛乱,而不论哪一部分,现在全部不存在了 当群臣涌进太后和皇帝被囚禁的势中,向皇后从软榻上盈盈站起,没有哭闹或是惊喜 平静地让人难以置信,双眼只看着人群中的韩刚 蔡雀呢?韩刚低头,被臣杀了 太皇太后和齐王那个逆贼呢?全凭太后处分 刑术曾经见识过御史台中,怎么处置不肯交代罪行的人犯? 在脸上一张张的贴上黄表纸,然后喷上水或者醋,让人犯在冰死的窒息中失去一切反抗心 要不然,就是整个人手脚被捆上一圈圈的绳索,偏偏绳索上还倒上了一盆水 收紧后的绳索能将手脚勒得发黑发紫,再丢进冬天的封地里,一时半刻就能送去大半条命 不过御史台中有一点好,对于犯官是不动刑的 在提供的饮食上,掺些污物,或是在牢狱外,处刑人犯,让惨叫传到牢房,就算得上是逼供的手段了 现在即便刑术已被认定是蔡雀从犯,模反的党羽 可并没有给他绑上绳索,更没有上任何刑具,只是将他约束在大庆殿的偏殿中 增部薛相则是在正殿中,苏氏更是在另一头 虽然同为犯了不赦之罪的重刑犯,还是依照官职分出了等级 外面有十几名军士在看守,殿内则只有刑术艺人,以及蔡雀的尸体 殿宇内空旷无比,却让刑术几乎都要喘不过气来,仿佛有巨石压在胸口上 他胸中憋闷欲裂,仿佛没喘上一口气,胸口上的巨石就会落下一分 同样的窒息感,使得刑术的双眼早没了之前的灵活,口才更没有施展的余地,只是在苟言残喘 殿中寂静无声,外面看守的声音传进来之后,就放大了许多 肯定是临迟了,斩首都是恩典啊 梁府的几位相公可都是发了誓,不诸从党啊 兵不厌诈嘛,魔法能怎么饶啊 这可说不定,相公们怕是都不想落一个食言自飞的名声啊 守在殿外的并不是御龙四肢的成员,而是金枪班 他们并没有参与到政变中,能够用看热闹的口气,谈论宰府们是否会践行诺言 大庆殿上喧哗,平时就是重罪 若是议论不该议论的正事,更是不会轻扰 若是在平日,纵然贵为班值 但在近视眼中,毅然是赤老 有谁胆敢对士大夫屋里,结果都会很凄惨 莫说大声喧哗,就是低声思语 被御史看见或者听见之后,也少不了一顿教训 可作为蔡鹊党羽,行术现在连捂住耳朵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里面空着做什么,为什么里面一个人不放 想想就知道了 是 声音突然间就低了下去 是啊,为什么韩将刻意下令让金枪班的禁卫在外看守 里面却不留人 而王安石和其他财富都默认了 金枪班里面是有聪明人的 行术抬头看了看,离地树丈的房梁 又将殿中的柱子一根根数过去 韩将是希望自己能够将这个机会给利用上吧 不要给其他人再添麻烦了 在张早离开时,向后投过来的一瞥仿佛就是在这么说着 大清殿上由韩刚领头 宰府们当面宣誓 只诸首恶从者不问 靠了这一句 稳定了殿中班职之心 让他们尽数叛离 明明可以做个功臣 享受一切可以享受的待遇 却因为胆怯 现在却要担心宰府们是否会说话不算话 被秋后算账 行术已经没有力气去嘲笑他们的愚蠢 但作为从犯 正可以借着这一条免去一死 只要宰府们不肯舍了面皮 太后也必须让上一步 只是模反的从犯 又岂能这么简单的就逃出生天呢 前两年的赵氏军魔法案 那几个只是说了几句好听话 甚至只是送了两本 星途陈伟书籍的天文官 在地府里也会大喊冤枉 所以行术现在的待遇 就是解决两难境地的办法 外面陡然间一阵喧嚣 好像稍远的地方 有许多人在吵嚷些什么 行术一下便站了起来 紧张地听着外边的动静 一丝侥幸从心中疼起 仿佛在海中沉浮时 在前方发现了一块木板 宰府们都去迎接太后和天子 这边除了一个郭奎 就没有别的重臣 说不定还有扭转时机的机会 可宣华生很快就平息了 殿外的议论则继续传进来 在梁柱间悬绕 伟都欲死了 要说自尽呢 前日看见他时 还真想不到会有今天呢 店门外一阵唏嘘感叹 店门突然被推开 行术就看见有几个人 从门缝中向他这边张望了一下 转眼就又关起来了 韦四经死了 自尽 这一位御龙侄的都于侯 是宋用辰联络上的 在保护太皇太后这件事上 他出了大力 昨夜的改天换日 有他一份 昨日行术在蔡雀身边 还见过韦四经 方才在隔壁的正殿中 他更是亲眼看见了李信 用一柄飞剑 打碎了最后的机会 当时韦四经还活着 现在就已经命归皇权 刚才像店里张望的这几个人 是不是很失望啊 自己硬是厚着脸皮 还活着 行术 嘴角抽了一下 却挤不出一个笑容来 怎么就这么败了 行术到现在都难以相信 自己看到的一切 蔡雀会答应铤而走险 行术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他能起那么大的作用 与他了解蔡雀的心思 分不开关系 蔡雀之父蔡皇上 称为陈州木职 其实前向陈职中初判陈州 以其不堪认识 勒令其治事 以至于蔡家刘宇陈州 全家的生计都陷入了困境 直到蔡雀中了进士 才扭转了如此窘境 宰相随口一句 便让蔡皇上丢官去职 以致郁郁而终 蔡雀对陈职中的憎恨 是复仇不共戴天 所以前几年的陈世如弑母案 便是蔡雀 立主将陈职中的独生子 给处以即行 而蔡雀对权力的渴望 也同样发任于旧年的经历 一想到十年之后 宰相之危不保 甚至不是十年 当蔡雀劝说太后失败 她的位置就已经动摇了 王安石和韩刚 会将她当成出头船子 用力的打压下去 要让蔡雀相信 局势会向最坏的方向发展 行术根本就没有费什么力气 一切的根源 完全出自蔡雀自身的恐惧 但将这份恐惧发掘出来 则正是行术之力 行术在成好门下一向备受看重 在洛阳朱元老那边 也极受重视 她一向自诩日后 当能步上青云之路 三十登朝堂 四十而忘功夫 五十岁就该是相公了 可是从那位年纪 比行术还要小许多的 半个铜窗出现之后 行术对未来的规划 就像是笑话一样 随着功劳的积累 官位的晋升 就使西京元老之中 都没有人再将韩刚 当作年轻晚辈来看待 不论是官场 学术还是人望 行术无疑是能与他相提并论 甚至做一做比较的想法 泄露出来 都会惹来一阵嘲笑 幸好从蔡京开始 韩刚在官场上 就一路下坡 到了探读案中 韩刚错误的选择 让他过去积累下来的功劳 都摇摇欲坠 这一回的事变 并非行术引发 除了在蔡雀耳边 推波助澜 剩下的只是 居中联络而已 不过行术很早就考虑过了 这个对他最为有利 光靠蔡雀 终不过是一个走狗 路上的野狗时常能见 几乎都是丧家之犬 行术从来都没有想过 将自己的未来 绑在蔡雀的官靴上 行术很清楚自己的分量 蔡雀之所以要用自己 也是看在了自己背后的关系 真正的能让他功成名就的 是存亡续绝的功劳 行术想要的是挽救旧党 蔡雀增部和薛相撑不起大局 太皇太后上台后 必然要引洛阳元老入朝 一旦太皇太后能够垂帘 压在旧党头上的这个天 就能彻底的给翻了过来 早在蔡雀决定放弃 向太后的几天前 行术就已经在想象 让他日后回到洛阳会在元老们中 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但韩刚用骨朵挥出的一记猛击 不仅击碎了蔡雀的天灵盖 也将他行术的幻想给砸得粉碎 殿中的光线一下就有了变化 殿门不知被谁推开了 又有人向内张望 很快从门缝中传来了一句话 胆子倒是够大的啊 还指望着能活吗 店门砰的一声又关上了 外面的班职都在盼着他自尽 但行术不甘心 就算以后一辈子都是罪求 但好死总不如赖活 不管怎么说 行术觉得性命比一切都重要 只要能活着就有希望 现在他只能指望东西良府的宰职们 能够信守诺言了 能不能逃过一命 就看宰府们能不能让向太后 承认他们的许诺 听平勿处之 听到韩刚的话 向皇后静静地站了起来 从面前的宰府脸上逐个看过去 最后又落到了韩刚的脸上 一个是先帝之书 另一个是先帝之母 韩清家 那你说该如何处置 有刑律 有故事 嗯 向皇后轻轻地用鼻音问着 韩刚低头 赵景一律当论死 力展于宣德门外 太皇太后 以春秋故事不当问 让臣来断此案 便是这个结果 不过 太后若觉得不如意 听平处分 让武来处分 向皇后轻笑 物若是当真处分了太皇太后 日后怎么见先帝 就按照韩清家说的办吧 就按照韩清家说的办 听到向太后的话 韩刚欠身行了一礼 李济有云 故尚之好物 是民之表也 太后宽厚人孝 正堪为万民之表率 物是宽厚 宽厚的这一回 差点连命都送了 先帝交托物的基业 也要落到那些贼的手里 日后还会晨昏定醒 谁还能说物不宽厚 向太后的声音平稳的 让人不由的心声寒意 话语的恨意深入渊海 韩刚心头都是一跳 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不过不论换作哪个大臣来说 都不可能同意向太后处置她的姑姑 站在儒臣的角度 他们必须要保住高太皇的地位和待遇 韩刚规劝道 若父母慈爱 女孝顺是所常见 如于顺 父不辞 弟不替 尤能孝于父 有余地 其得方能光耀千古 张纯眼皮跳了一下 韩刚还真是会抓时机 当年英宗皇帝与曹太后关系恶化 韩其入内劝说英宗 英宗对韩其抱怨说 太后待朕无恩 而韩其便拿着余顺为例 规劝英宗要孝顺当时的曹太后 可韩刚趁机提起送英宗的旧事做什么 这是怕向太后想着换皇帝 故意提醒他英宗当年是个什么德性吗 向太后久在宫中 自是知道当年旧事 韩中县劝谏英宗皇帝的话 物也还记得 太皇太后那边 物事无话可说了 二叔那里 史书上有很多更不用提了 倒是蔡雀 她堂堂宰相 已是位及人臣 上追父祖下阴孙 物什么时候慢带过她 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韩刚没说话 蔡雀到底为什么会反叛 向太后是肯定知道原因的 现在不可能明智说出来 没有韩刚坚持要保赵旭 没有向皇后坚持依从韩刚 蔡雀不至于会走极端 蔡雀昔年为臣所见 可转眼又谈何臣 云为国事 实乃私信 其本性如此 今日不过固态赴盟 王安石当年重用蔡雀 却被蔡雀背后捅了一道 此事尽人皆知 但王安石这么说 一看便知 是要将问题归咎在蔡雀的本性身上 而不是去追究 是什么样的外在原因 造成了蔡雀的叛乱 虎狼之心 岂是人能体会 奸宁之辈 其所思所想 自与正人君子 迥然而异 王安石其言有理 不过是固态赴盟罢了 韩将也这般说着 剩余的梁府载职 至少张纯的态度也可以确定 是稀释宁人 不穷治此案 张早诉讼的态度 也大类如此 否则以蔡雀增部和薛相 在外的人脉关系 不知会有多少人被牵扯进来 南风增家近世 十余人 薛相家里也是数代为官 而蔡雀正在跟韩琪家一亲 本身又与冯经是姻亲 福建菜市 亦是旺族 载之般 谁敢放言 穷究不舍 若是株连起来 一两道弯后 就能牵扯到 他们或是他们亲友身上 只有底下的官员 恨不得上面多空出些位置 才会有人想着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988集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989集 欢迎继续收听